君不见 绝学无畏闲道人 不处妄想 不求真 无名后 无名实性 积佛性 幻化空生 积法生 法生绝了 无一物 本源自信 天真佛呀 听懂了啊 记住了 好好听 学佛学佛就要学 修心修心就要修 不懂找师父干嘛 就是因为不懂才要找师父 听得懂吗 君不见 绝学无畏闲道人 君不见 就是你看不见吗 绝学实际上用佛法讲叫无学 无学是什么 就是有学 这句话的意思 我今间有学之人 无畏闲道人 什么意思啊 我做什么事情叫无畏 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心不动就叫无畏 人家说你做了好事了 我没做呀 菩萨 你讲了四十九年的法 菩萨说 我一天法都没讲过 明白了吗 学学学无畏闲道人 闲道人就是开悟之人 不除妄想不求真 就是如果我们去除不了妄想 我们怎么能够求到真的呢 无明实性积佛性 无明是什么意思啊 不懂不懂不懂之后 你才看得到实性 当你不懂了你才学 学到了你的本性 学到了你的佛性 你才拥有积佛性 幻化空生 积法生 什么意思 就是幻化 就是你本来在人间 就是一个幻化世界当中 空生 这个身体有了 最后没了 是不是空生啊 所以你这个身体 就是生出来到死亡 这个身体像有了像没有一样 我举个简单例子 当别人昏迷过去的时候 你有没有这个身体 当你散架在床上 觉得手脚都不能动 不能用意念来让它动的时候 你就是空生 就是幻化之生 那么为什么叫法生啊 因为在法界 当你什么都空了 想明白了 你就是一个法生 可以到处逃 法生绝了 无一物 当你拥有了法生 你觉悟了空性 你就知道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样东西的 因为我们到这个人间 是来走一趟 等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带不走 连你的身体都带不走 是不是了一物啊 什么都没有 最后一句 本源自信 天真佛 寻找到自己内心的本源 那就是佛性 你才会懂得 什么叫自信 当拥有自信的时候 你就是天真 开心 像一个佛一样 因为当我们知道人间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不管别人对我怎么样 不管这个世界再有好的欲望 名利 我只是笑一笑 因为这不属于我的 所以我不争不强 这那才是叫天真佛呀 我不是 сил了到 和弹箱 什么东西 我们都要是